愛上風聲 時日日俗 一世紀心動 保護其他的生命 保護我們生存的環境 願各位多多的開 生命電視台 海陶法師 救護眾神講座 接下來請收看 海陶法師 救護眾神講座 和歌唱卡 …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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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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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标准我们吃海禅是外面就要贴一个 进来者请勿生气 请勿吃肉 因为我们要保持如大海的慈悲心 禅 让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永远都爱护我们叫禅 因为佛法是一种心态 那不管是做各种的修行都是为了保持一个心态 那为什么一直要拜佛呢 因为不要拜自己 因为自己呢 这个自私 是所有痛苦的开始 唯有没有自私的悲心 那才是我们生命快乐也造成别人快乐 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要透过各种方法来修行 比如说拜佛 那透过拜佛 降福 骄傲 我慢 透过拜佛 对佛有绝对的感恩 就像一个人得癌症快死了 终于有人有药给他停止痛苦 所以我们永远感恩佛 感恩三宝 而且对佛菩萨有绝对的信心 感恩心 那礼拜诸佛 更重要 念下来 降福我慢 就是你不能有凸显自己 当然偏偏这个世间 大家很喜欢凸显自己 我皮肤比你白 我身材比你高 我车子比你好 我家里比你大 那事实上 这就是痛苦的因 因为你之后有一个我我我我我 所以我想各位看到出家师傅 他们为什么要离框头啊 穿个出家衣服呢 念下来 降福我慢 消除贪欲 因为我们很容易用衣服来表示我们爱漂亮有欲望 用头发来表现自己今天弄得比你好看 我就希望弄一个好看 或者会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当然这种世界有两种人是李光头的 一个是出家人 一个就是关在监狱的 关在监狱的人不能讲身份地位的 当然我们要了解我们学佛的目的 刚刚有念啊 慈悲如大海 也就是说各位在家里拜佛 那首先你要升起一个慈悲心 那今天你为什么要来拜佛 为什么 因为来念一下 众生很苦 父母很苦 往往我们爸爸妈妈 生病的时候 哎呀你又很想赶快拜佛 求观音菩萨 愿爸爸妈妈不要有一点痛苦 就算他要开刀 你也希望他减到最低的痛苦 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 我们自己没有用 今天整个巴弹岛的钱都是你的 房子都是你的 没有用 也帮助不了他 所以昨天我们去新加坡的老人院 安老院 三四百个老人 有一个有钱的老板 开车载我去 他白天开一部车 下午来载我又换另外一部车 这样人还知道他有钱啊 然后到了老人院进去以后啊 我就跟他说你看 白忙一场 什么意思 这里面的老人过去什么身份都有 有印度人有马来人有新加坡人也有有钱的也有穷的也有男生有女生 最后呢 我说老板啊 干嘛 选一张床啊 以后放我们躺啊 等我们老的时候啊 他可能给我们放在那边啊 那我们现在忙了这么大笔功夫 赚了这么多钱 不是白忙一场吗 当然我做一个比喻给他听了 他说突然有一次森林里面有一次猴子 他不知道树上掉了什么东西下来 他以为什么东西要咬了 他就快跑 那那一只猴子在跑的时候啊 兔子也跟着跑 狐狸也跟着跑 后来呢 连牛也跟着跑 老虎也跟着跑 大象也跟着跑 然后大家就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最后有一个悬崖 不能跑了 只要跑就死了 然后后面就问前面说你干嘛跑 那前面就问前面你干嘛跑 问到最前面那只猴子说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有东西啊 然后全部人就跑跑跑跑跑 我们从小读书啊 赚钱啊 买房子啊 结婚啊 生小孩啊 有地位啊 最后死亡来了 癌症来了 痛苦 不知道为什么 那至少我们很聪明 聪明说你看我争取这么多 但是面对这些生死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跑 儿子啊 好好读书 那你儿子问你说爸爸 为什么叫我好好读书 因为大家都好好读书啊 这样以后才可以有用啊 那有用要干嘛 有用就可以赚钱啊 人家看得起啊 所以曾经有一个老人快死了 快死了 他很有成就 他很有 另外一个朋友 也很有力量来看他 哎呀 你赶快啊 好好好好 不要死啊 他就问他说 不要死我要干嘛 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现在要念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 有时候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问题 好在我们很有福报啊 我们听闻佛法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不断的去思维这个问题 当我们想清楚的时候 各位看看外面的人 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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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着赚钱 有一块土地 各位看到外面那些动物 他们也在忙 忙着找东西吃 忙着安全 忙着交配 所以我们一局 刚刚讲的 善师如母众 慈悲如大海 我们去想到 我们忙了老半天 终于知道我们错了 我们要离苦得乐 而且我们听闻佛法 我们知道怎么样的离苦得乐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更重要的 当初我出家 是因为我 我爸爸妈妈 我妈妈生病 我父亲也脾气不好 我就一直讲 他们一辈子赚钱 忙啊忙啊 然后我们做儿女 能为他们做什么 现在老人家在生病了 我们能够替他生病吗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可能很孝顺 会发愿 愿我的寿命 给妈妈 希望妈妈多活几年 有时候想一想 多活几年 对他真的是一种虐待 因为他已经在生病 很痛苦了 就像各位 一部车子已经不能开了 勉强人家开 真的很痛苦 所以在这一点 所以我的师父说 你好好的修学佛法 或是出家 对你父母 是一个孝顺 你可以消除他的痛苦 你可以累积福报给他 后来我又看了 地藏本院经 父母亲 堕落地狱都可以超度了 都可以让他升天 何况我父母还活着 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体悟了 我们以前都很自私 为了自己的成就 事业 家庭 名望 但是爸爸妈妈 一天一天到晚 老了 头发白了 走路不方便 吃饭也不方便 那我们反而成长了 所以想一想 自己很惭愧 所以那时候我观念就改变了 我就跟我过去的太太说 我不再为自己做事了 爸爸妈妈剩下没几年了 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就算你是最好的医生 给他最好吃的饭 给他最好的车子 对他都没什么用 减低一点点痛苦 但是话又讲回来 哪一天他总会走的 那爸爸妈妈走了 能够为他做什么 就算他这辈子都没有生病 一点点病 最后走了 那再来呢怎么办 所以来念一下 一子得道 九玄七祖敬超生 如果你了解了真理 佛法 爸爸妈妈可以脱离痛苦 历代祖先可以脱离痛苦 所以各位要去想这个问题 刚刚在船上来了我也在想 那我们来吃海禅师做什么 来这边观光吗 来这边 墓地呢 一直告诉自己 我来这边的墓地 是为了慈悲啊 希望对对方 对有形无形 所以这两天要放生啊 等一下要超度啊 要有一点帮助 如果没有帮助 那来 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各位有时候 你要一直去思维这个问题 不能 哦大家 刚才进来还阴 你就忘了来干嘛 给你吃最好的 给你用最好的 招待你 然后你就忘了你要干嘛 所以你一直要去思维这个目的 而且强迫自己说 我来吃海禅师 我是为了慈悲 我明天去上班 我是为了慈悲 我不能有一点点 为了钱 为了某一种个人的目的 所以我去那边 这个叫修行 所以你看到佛像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为我们众生而成佛 成佛是很辛苦的 成了佛以后更辛苦 为什么 众生都是他心里面的父母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佛 内心就不自在 就像你赚钱了 你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钱 但是有一个人在贫穷 那你拥有钱没有用 佛成佛就是让所有人脱离痛苦 得到快乐 他自己没有所谓快不快乐 因为佛是安住在空性 今天是念下来 南无大致文殊势力菩萨 今天是文殊菩萨成道日 成道了 什么叫道 他正的空性的成佛了 就像一个医生终于从博士毕业 他有正式的执照资格去医病人 所以 那我们今天要多念文殊菩萨 来自呢 多齐请文殊菩萨加持 更要去多思维 那文殊菩萨 他要我们怎么修行 我想文殊菩萨得到的道是什么 念下来 没有分别 很重要 所谓的道 就是没有分别 生病也好 健康也好 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对他来讲 他只是一个现象 这样而已 所以地水火风 我们给他名字叫土地 叫火 叫水叫风 但是对一个得道的人来讲 他没有分别 他只知道 怎么用它 怎么用它 白色的花 红色的花 树叶 对他来讲 是没有分别了 所谓没有分别 不是不理他 而是对他没有爱 也没有恨 也没有排斥 但是怎么样把它擦得刚刚好 庄严三宝 让大家欢喜 但是我们现在有分别 有分别就有痛苦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这个 我喜欢他对我好 如果他对我不好 我就很生气 那你就没有得到 那得到的人 好跟不好 生病 健康 生跟死 对他来讲 是怎么运用他 释迦牟尼佛 四线涅槃 八十岁涅槃 他要让众生知道说 生命是会死亡的 要体悟无常 要赶快精进修行 所以死亡来讲 就像他们在演戏给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从生下来 一直到出家 修苦行 成道 被毁谤 传播佛法 涅槃 他都在给我们演一场戏给我们看 他是利用什么样的境界 可以帮助别人觉醒 释迦牟尼佛过去是 视线 牺牲自己 用身体给老虎吃 用肉给老鹰吃 用各种的方法 那他把这个方法成为一种 一种教育 让我们学他的忍辱啊 慈悲啊 等等 那成道以后 各位你就可以去演戏了 今天有一个年轻人 很喜欢骑摩托车 很骄傲 那一个菩萨 会视线另外一个年轻人 骑得更快 然后壮死在他面前 让他 因为对他来讲 是演一场戏 今天有一个男人 很喜欢赌博 另外一个菩萨 就会视线赌赌赌 赌到请家弹场 乃至另外一个会视线赌到自杀 然后呢 让这个赌博的人去看 哇 那我以后 会不会像他这样 我要去思考一下 所以做菩萨 如果他怕死啊 怕痛 他就没办法度种神 所以文殊菩萨视线做猪 文殊菩萨视线做贫穷的女人 文殊菩萨做各种的视线 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 不要执着 要有空性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认为赌海禅师非常静静 静静 最好里面都没人 看着外面 有山 有土地 有阳光 有大海 地水火风 所以每次到这边我做 我就会想到 有海 哇 慈悲如大海 信心如阳光 智慧如虚空 要让自己保持着这样的心态 有这个心态干嘛 那我为印尼能够做什么 看过去新加坡能做什么 我为水里面的鱼能够做什么 我为天空的鸟能够做什么 因为我们是慈悲禅士 不是 我们这一间盖好了做什么 是所有的一切 就算我要把它弄得很好 也是为了世界 为了众生 为往生者 我能做什么 为活者能够做什么 而不是说 哦 一个位置 哦 十万 哦 我赚多了 一个牌位 哦 红色的 一二三 一万 两万 三万 不能有这个想法 一切一切都是 当我们一进来看到牌位 愿他们健康 愿他们发财 那么要是活 对不对 就是只有一个悲心 所以各位这个东西叫修行 修行你要降伏其心 什么叫降伏 不健康 不正确的念头 不能起来 要把它完全的降伏住 正确的 应该的念头 给它想 生起来 愿他们健康 愿他们发财 愿他们超度 愿他们离苦 最后将来都可以听闻佛法 要一直思维这个 看到花 愿众生忍入 居家卤化愿 看到香 愿众生体悟无常 鼻观妙兰凉 多闻妙法 就像各位闻到香味里 那就是说 每一个众生听闻佛法 都叫闻到檀香一样的快乐 看到灯 愿众生有智慧 破无名 愿众生眼睛明亮 那你每一个 每一个给你看到 特别这么多佛像 等一下 愿众生 皆成佛 我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个 那为了要成佛 希望所有众生都发菩提心 那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 自己要时时刻刻 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符合菩提心 那就像我们从新加坡坐船来 你可能会坐到大船 坐小船 乃至碰到大风浪 乃至冷气坏掉 那个时候你 你都要随缘 为什么 我的目的是要去巴弹岛去放生 是要去慈悲 船坏掉 甚至你从巴弹 从新加坡坐到巴弹岛来 突然船沉掉死了 我是慈悲而死的 希望我的肉给鲨鱼吃 因为你还是怀着慈悲心 你不能说 这么倒霉 为了就放生 结果溺死了 那你会变成孤魂野鬼 你不甘愿 因为这个都是假的 既然要放生 我们等一下还要做土食面包 丢在海里面 就干脆身体给它吃 不是快点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死亡 所以你累世的业障都消除了 为什么 因为你怀着慈悲心 怀着菩提心 因为我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那为了要成佛 我不能有一点点的自私的想法 有这个自私我执 就是没有空性 没有文殊菩萨的智慧 我怎么成就佛呢 我怎么圆满菩提心呢 那我这样讲 就是说各位 你做什么事情都这样想 都这样想 点一只香 供一杯水 你都这样想 现在有小朋友在讲话 愿所有小朋友都在念佛 因为所有小朋友都身体健康 你要一直转变你的念头 你不能说 那怎么一直讲话呢 那你会很起心动念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随你的境界去改变 刚刚我在房间里面 我也要去思维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我现在要想什么 我今天能做什么 能够为对方做什么 对对方真的有帮助的 等等等等 虽然我们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你要一直尽力 这个叫什么 来 利益众生的思想 你要一直拿出来 这个利益众生的思想 那为什么要利益众生呢 等一下 感受众生的苦 这一点最重要 最最最重要 整个佛教的重点 就是感受痛苦 感受到自己的痛苦 那你就想要解脱生死 感受到其他人或众生的痛苦 那你才有大慈悲心 怎么帮助他 但是如果你这两种痛苦都没有感受 那佛教对你只是一种 依赖的信仰 拜拜 大家拜 大家来拜 但是呢 我们就得不到信仰的智慧 也得不到信仰的悲心 所以各位一定要一直转变念头 就像现在前面有个大荧幕 有唱歌 有跳舞 有生老病死 也有佛陀 也有什么 但是他会让你乱 心里也乱 一下帅哥 一下美女 一下有穿衣服 一下没穿衣服 但是你的念头 不能被他转容 这个叫修行 这个叫禅 随时保持 知道他只是一个镜子 一个荧幕 他不是真的 这个叫空性 结果看到女人没穿衣服 看到男人在飙车 那你会慈悲 哇 他们好可怜 就是世界就是这样 你随时了解他是空的 但是时时刻刻保持悲心 但是你不能跟他乱 这个挺一下 这个比较帅 我多看两眼 他家住哪里 我去找他 就像一个女人在追男朋友 一个男人 天天去找他 对妈妈都不好 对女孩子很好 对老爸没有很孝顺 对男朋友都很好 那这个就是你心里乱掉 你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文殊菩萨的智慧 他就是 他必须用这种空性 悲心 一直去看待世间的一切 所以当起了不正确的想法 他要用剑把它斩除掉 所以文殊菩萨拿智慧剑 而且他这个剑是给大家看的 希望所有众生看到文殊菩萨的剑 都生起智慧 念下来 断除烦恼 要把他斩掉 所以有时候像我在路上走啊 然后前面一对男生女生手牵手 那我就要观想 我是文殊菩萨 希望他们手放开啊 要断掉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他不见得 但是至少我要有这个想法 这个牵牵牵 你要牵 牵七八十年 牵到后来也不能一起死 这八十年的感情会让你痛苦死 这个情之一致 真的是很可怜 很苦 全世界最苦的就是情 各位这个想清楚啊 如果你要追求解脱啊 因为你不觉得感情是痛苦 那你就没有修行 观音菩萨 求啊 我老公对我好一点啊 好不好 这样 观音菩萨会答醒你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所谓智慧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要想清楚 就像有时候我在路边看到一个 十八岁的女生好漂亮 穿得好飞逊 那位妖头 观想她变成八十一岁 她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怎么办 她不能接受自己的老病死亡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你不能跟她讲话 但是你要有这个念头 回向给她哄啊哄 希望她的内心里面 提早了解这个 利用她十八岁的健康 赶快来修行 这样可以 千万不要迷失在十八岁的漂亮 而浪费了人生难得 做人很难 因为你越执着就越越越越痛苦 这个危机意识它没有 然后呢明明痛苦一直来找它 所以各位我想 善师如母众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众生 念一下 众生就是众苦 众生就是众死 一个生命一存在就开始天天在痛苦 像各位如果年纪跟我一样 我快我已经六十岁了 开始不行了 人就会感受到老人 所以那天有人在就 海涛老法师 我说对很老了 很老了 快完蛋了 他就提醒你 痛苦来了 不能像以前这样爬路梯啊 爬山啊 不能再像以前这样睡软软的 乃至坐软软的沙发 腰不好啦 吹冷气以后 奇怪 乃至乃会痛呢 正常的老了 但是谢谢他 谢谢他 这不是我的 谢谢他 提醒我 要赶快精进 提醒我 要赶快累积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要有这种智慧的思考 所以我们进到寺庙来 是一种信仰 我们很好 但是透过这个信仰 我们要追求是什么 念下来 智慧与慈悲 什么叫智慧呢 来 了解真相 对啊 真正是什么 那了解真相以后 再来 产生慈悲 对 对自己要慈悲 对众生要慈悲 因为真相 现在你是老板 现在你是美女 现在你是总统 又如何啊 那只是活在别人家的一种称赞 活在别人的眼中 活在别人的口中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经常被抱着毁谤 骂骂我 我都拿这个来修行 我在乎什么 我爱面子嘛 那就不好了 别人称赞你 你也不要高兴 别人毁谤你 侮辱你 你也没有什么好痛苦 因为内心要平静 那这叫智慧 没有烦恼 所以等一下各位 你下去 你的车子被喷漆了 被撞了一个洞 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可以开回家就不错了 不能开就借别人的车 这个叫 有智慧的没烦恼 那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 会哦 会哦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今天你在这边参加宝会 很认真 电话打电话来 儿子被撞死了 阿什么 阿弥陀佛 我不能接受 然后电话打来 不是你儿子 哦 好在 误会了 把人家人吸不掉 就死好了 不是我儿子 那你太自私了 问题是 这个小孩子被撞死了 你怎么去帮助他 趁这个机会 不然呢 他浪费了 18岁 骑摩托车撞死 如果他没有面对这个 他活到81岁 还不是造了更多恶业 借由他的意外死亡 让他体悟真理 告诉他 轮回是痛苦 往生净土 对 也借这个机会 跟他妈妈说 这个世间 真相就是爱别离苦 不是你先走 就是他先走 你现在不能接受 那是你没有智慧 没准备好 那为什么你杀死小猪 为什么你杀死蚂蚁 那你可以杀死别人儿子 别人也可以找你 所以我想 佛教的智慧 刚刚讲的 看到真相 了解真相 所以各位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你平常坐在那边 哦 好在我坐着 哪一天我就坐着爬不起来 今天我们躺着还可以起床 你去老人院看看 他们都没办法起床 拿给他东西吃 也不知道吃什么了 他连想要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且没有家里人来看他 我去老人院会觉得很可怜 很少家人去看他 我昨天去看四百个老人 大概有三个家人来 其他都没有来 然后我们现场准备很多玩具 我想说老人要玩具干嘛 那他们跟我说 师父啊老人不要玩具 但是有玩具哦 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儿子说 带你孙子来 阿嬷有准备玩具 不然孙子不来哦 可不可怜 可怜 可怜 他只想要看到他孙子 死了也甘愿 就像我妈妈一样 我出家了 那我儿子就不好意思来了 那我妈妈一年还坐车去那边 看他一眼才回来 才甘愿 然后去看一下孙子 有时候他就骂我 你好狠啊 我说妈妈你才狠 你不了解 因为你这样对他很苦 你也很苦 天天在你身边又怎么样 我说妈妈 你要去想所有可怜的人 不要光想你孙子 那些鸡呀呀 那些孤分也会好可怜 你在想孙子的时候 就赶快点一只香做烟供 嗡啊嗡啊嗡 你就不痛苦了 慈悲是最好的方法 好 来 我们现在 佛教最标准的 先供养三宝 然后呢 但是我们供养三宝 不是为自己来 念一下 为父母 为祖先 为往生者 为所有众生 为六道友情 为印尼人 为马来人 为所有生命 所以要有慈悲心 不是为自己 为所有生命 希望他们得到福报 那这个才符合大悲心 如果你 你修福报是为了自己升天 当然可以升天 这是绝对的因果 但是这样就 不符合大乘佛教 功德就少一点点 各位要不要 最大的功德 要不要 你要用最圆满的心态 大悲心 菩提心 不自私的空性 不自私的空性 那就是功德最大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两天 此海禅士的法会 对整个世界 对地球 对法界都有帮助 好不好啊 那就很高兴 第三页 然后大家慈悲啊 跟我念 来 虔诚齐情 佛法身三宝 诸佛菩萨 护法善神 降临法会 你只要很虔诚 齐情 佛菩萨一定来 请哪一尊哪一尊来 比电话还准 那我们请佛菩萨来干嘛 念一下来 我为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 愿其离苦得乐 做大功德 各位 供一朵花的功德 没办法算了 那么大的功德 只给自己太自私了 为所有蚂蚁 所有海里面的鱼 所有的人类 这正在受苦了 地狱到 恶鬼到 愿他们得到福报 升天啊 所以 各位常听我讲 来 念一下 谁有八德 供养十方福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恶鬼升天 水产离苦 众生消夜 人类得福 光一杯水就可以 所以经典说 用一杯水供佛 八万四千个鬼就升天了 何况我们今天要做大供养 香花灯土果 你要有那个信心跟悲心 你这样来做供养的时候 你会觉得太有意义了 太有意义了 就像你今天口袋的 一百块拿出去 可以救一百个老人不生病 你会觉得这种布施太有意义了 所以各位在家里每天都要虔诚的 做供养 做布施 点香 供灯 供花 供水 能够做几分算几分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的存在 对他们太重要了 虽然他不认识你 他也不会跟你说谢谢 但是你要永远 关怀他 这个叫不离大悲心 不离大悲心 那我们累积这个福报 不为了什么 来 为成佛道 普度众生 都不希望对方跟你说谢谢 如果今天你不吃十块 希望别人跟你谢谢 讲一根谢谢又剩下五块了 再讲一次剩下两块半了 那人就是 这柱子我出的 有没有贴我名字呢 那你功德就少了 因为你有执着 所以要不为自己 为众生 那你这个功德 然后又回向给他们 力量很大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心 当然 大家跟我念一下 来 最主要是爸爸妈妈 因为你想到爸爸妈妈 最容易生起悲心的感受 然后以这个感受 平等对每一个生命 一只蚂蚁 一直被杀掉的鱼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 希望他们得到这种 大供养的功德 特别今天 来 南无大致文殊势力菩萨 南无大致力菩萨 文殊菩萨得到成佛 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了他自己 所以他真实这么努力 碰现生命 终于有能力帮助众生 这是他最快乐的 好 首先我们要共香 今天你去一个房间 臭臭的 不舒服 不舒服 那我们要把 人有六根 各位养者的习惯 每个人眼睛都要看到 最庄严的 每个人的耳朵 都要闻到最香的 每个人的嘴巴 都要吃到最好的 喝到最好的茶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每天观想佛 我要把最好看的 最好听的 最好吃的 都供养佛 在缅甸人还有一个习惯 每天早上四点 他们叫我去排队 要替佛陀洗脸 刷牙 就像佛陀 就像自己最尊敬的父亲一样的 做功德 替佛陀扫地 很清清静静的 那我想我们修行就是希望 每个人在你面前 每一个地方 你都努力的 让整个世界的地板 都像这边这么亮 好不好 千万不要我们寺庙亮亮的 外面暗暗的 你走到哪里 都要让世界亮起来 快乐起来 修行不是光在佛堂 是把佛堂学的 用在别人身上 所以各位 对你的工人好一点 对你的隔壁好一点 用最好的方法帮助他们 那这个就是修行 你就没有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用这个想法 把最好的香 来供养所有的佛 以这个最好的香的味道 布施道 地狱道 饿鬼道 他们就超度了 因为佛的加持 这个就是焉供 好 希望各位以后的家里 只要有客人来啦 都做好供养 好不好啊 甚至让客人来供养 过年到了 来来来 我们来佛钱供养 这就是生命最大的欢喜 现代人变了 现在看电视 玩手机才快乐 其他都不快乐了 慢慢就离开了信仰的生活 古时候最大的快乐 就是供养三宝 每一个男生女生 穿得最庄严到寺庙来 因为我们要把自己也很庄严 所有也很庄严 让佛菩萨高兴 让老和尚欢喜 这种虔诚的信仰很重要 就像各位女生去缅甸 有人要出家了 老和尚生日 整条街都很庄严 家家户户都快乐 那我想各位要开始 从你的范围去培养 而且什么叫福田医呢 病人最喜欢看到的 就是穿白衣的衣服 医生来来看我病 对不对 意思是说 每个人你身上穿的东西 不要去凸显你的财富 地位啊身材 我穿这个衣服是 我要服务你 家里有火灾的人 最喜欢看到的是 救火队的来了 所以我想我们出家人穿衣服 在家人穿衣服 目的是 我是佛教徒 我是要来服务你的 不分你是天主教 回教 道教 没有宗教 我要来服务你的 牛最怕看到 那个屠宰衣服要来了 牛最喜欢看到 要被杀 看到我们带莲花 哇 这个要来救我的 放生团的 所以福田衣的意思是说 你所穿的衣服 是要帮助别人 要帮助众生 你穿这种衣服 就像交通很乱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看到 交通警察来了 对不对 有交通意外的时候 我们喜欢看到 穿的警察衣服 要来维持秩序 那对我们大家有帮助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福田衣这个身材衣 它就是要服务众生的 而且割几块 五块 七块 九块 二十五块 我要服务广大的众生 所以我要这个穿着 自己都不执着 就像穿了破的衣服 但是每一个都有意义的 好几块 好几块 要去帮助别人 那这一点我们要抓到 这个共一的意思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阿当变医 中佛台医书 注射过COVID-19疫苗了后 可以以防感染 降级当前和希望的风险 目前全世界很多国 都在专业提醒COVID-19疫苗注射率 也不过 有的国家就算注射率 导导的提醒 较近跟希望的人所 所以不一定有导导的感觉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五通因为有注射过疫苗 就没注意风亦措施 风亦措施跟疫苗注射 有同样的重要性 风亦没在校友 不管是不是已经注射过COVID-19疫苗 都要够好处案 政客支出 配合风亦措施 让我们继续露食风亦基本感 保好家伙也保好白兰 共同守候健康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智业基金会举办巡回行动共生法会第30场 来到了南投县普里镇 环境优美清幽的观音山上 创建年代最久远的佛邦寺举行 预计供养来自南投地区 仁爱乡 竹山 中遥 水里 民间 普里 草屯 渔池 吉吉 国姓乡 杏义乡 杜谷等供养98位法师 爬上三段阶梯 终于见到观音殿内庄严的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令人心生欢喜 在慈悲的观音菩萨坐前 加持寻回共生行动顺利 今日恭请云通寺住持信德法师慈悲祖法 在寝师过后 祖法法师带领众等进行武功 大众的句句唱颂声 南摩香云盖菩萨摩科萨 祥策整个观音殿 在菩萨的面前众生平等 可以完全的表露无疑对菩萨的诉说 感恩这次元通寺僧众 维挪终日法师 牧鱼果会法师 当子长翼法师 哈子靖靠法师 灵谷庄介法师 让整个法会流成庄严设寿 武功圆满 大众进行资具贡养 每到这个环节最为感动 是何等姻缘 及具十方僧宝前来圣地圆满词的共生功德 祖法信德法师于会中以 曾依阿含金所谓摄立福 牧建连比丘 好学正法 莫作邪业 兴起非法 来为大众开示 曾依阿含金 佛告朱比丘 出家学道 当如摄立福 牧建连 好学正法 莫作邪业 兴起非法 首先呢 勉励我们出家学道 应当如同佛陀在世的时候 摄立福尊者 牧建连比丘 好要学习正法 不要做种种邪见恶业 兴起非法 我们佛法中呢 如来 佛陀出世教化人间 所言至诚 佛陀所说的话 真诚实在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吴秀会执行长 更呼吁带动共生行动 为僧保尽一份行力 我们也是希望说 带动各个地方 各个县市的佛弟子们 大家一起来发心 供养僧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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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 因为生保是世间最殊胜最尊贵的福田 那我们身为在家弟子 护持三保是有生之志 此次非常感恩佛光寺 宽寺宽寒法师慈悲提供场地 能在佛光寺历史最悠久的观音殿 举办共生法会是最殊胜的加冕 感恩与会英共法师们 所有的志工菩萨们 共同圆满这场行动共生法会 愿此共生殊胜功德 得生天人间寿命久长 康健无脑 命中之时自然受生 不被病苦所残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南投采访报道 杀生患病放生得救 生活在海外阿弥陀佛 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 去海边抓螃蟹 他通常一天就能够抓到 满满一袋的螃蟹 阿弥陀佛 你又要去海边抓螃蟹了呀 是啊 爸 现在已经退潮了 沙滩上铁定会有不少的螃蟹 阿弥陀佛 你怎么每天都去抓螃蟹 你是抓来卖还是自己吃呢 当然是自己吃啊 我很喜欢吃螃蟹 不管是用炸的还是清蒸 味道都很棒的 哈哈哈哈 难怪你整天都去海边抓螃蟹 原来是你自己爱吃啊 是啊 螃蟹我是百吃不厌 阿诚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吃螃蟹 都不晓得吃掉多少螃蟹了 阿诚啊 我劝你不要再去海边抓螃蟹了 啊 为什么呢 你从小就喜欢抓螃蟹来吃 那不就等于说死在你手中的螃蟹不计其数了吗 这是杀生啊 要知道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你杀了那么多条生命 这样下去你迟早是会遭到恶报的 哈哈哈哈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 我才不相信有什么因果夜报呢 我要去抓螃蟹了 大家再见 大叔 你难道就不劝劝阿诚吗 他这样下去会不好的 你说的太严重了 不就是抓几只螃蟹吗 哪会有什么恶报啊 唉 灰潮后的浪海 海滩落在阳光底下 沙滩上一个个的小洞就是螃蟹的小锅 抓螃蟹是需要技巧的 而阿诚对于这种技巧当然非常熟悉 哈哈 来得正是时候 海水都退下去了 嘿 这里有个螃蟹洞 阿诚守在小洞旁 耐心的等待螃蟹爬出来 然后再堵住它的洞口 这样螃蟹就回不了洞内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了 嘿嘿 我看你往哪跑 对于一些礁石缝隙里的小螃蟹 阿诚也有他自己的办法 哈哈 这里的小螃蟹可真多啊 阿诚用一个网袋装满了一些螃蟹喜欢吃的诱饵 并将网袋放在礁石缝隙里 躲在缝隙里的小螃蟹被诱饵过来后 就会夹住网袋不放 这样阿诚便能将礁石缝隙里的小螃蟹抓上来了 太棒了 有这么多小螃蟹 咦 你不是阿诚吗 怎么你又来抓螃蟹啊 是啊 你看 我抓了不少的 阿诚 这么小的螃蟹你怎么也抓啊 它们都还没有长大呢 没长大又怎么了 这种小螃蟹炸一炸又酥又脆很美味的 啊 这么小的螃蟹你也抓来吃 难道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报应 我不信这些小螃蟹能把我怎么样 哎 阿诚把大螃蟹抓回家后便会蒸来吃 而那些小螃蟹则活生生的丢进窝里油炸 阿诚从小抓鞋吃鞋已无计其数 最终还是遭受了夜暴的反扑 渐渐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阿诚开始不洗澡 不穿衣服 甚至不吃东西 走路就像螃蟹一样非常奇怪 啊 阿诚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从几天前他就开始不吃饭 不洗澡 不穿衣服 今天竟然做了这种奇怪的举动 大叔 难道你没找医生给他检查一下吗 检查过了 可是都没有结果 唉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阿诚的举止就跟螃蟹一样 真的耶 他的行为真的好像一只螃蟹 这 这 怎么会这样啊 我看阿诚就是因为杀生太多 才导致今天这样的业果 对啊 自从那次阿诚抓起回来后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啊 难道真的是因果报应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杀生是很严重的罪业 阿诚他从小就激下了这么多的罪业 遭受果报也是必然的 现在只有行善放生 并对过去所犯的罪业多做忏悔才能挽救 好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为了消除阿诚的杀生罪业 祈求他恢复健康 阿诚的父亲便时常带着他去海边放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生 阿诚终于完全康复了 他放弃了自己吃蟹的爱好 开始坚持吃素放生 并对自己过去的罪业经常畅悔 阿诚啊 你不是最喜欢吃螃蟹吗 今天怎么会把这些螃蟹全放生了呢 我现在已经不再吃螃蟹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经过那一段奇异的经历 我明白因果报警确实存在 杀业太重必遭恶报呀 所以我现在不再杀生悍命了 坚持护生放生的善举 护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一切成立诺 飞带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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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